国防部证告台当局 阻挡祖国统一式堂壁当车 据国防部发布官微消息 11月25日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 记者 据报道 台防务部门近期发布年度国防报告书 渲染大陆对台军事准备 声称将打造坚实 强任防卫战力 以达成固守目标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 还叫嚣有能力抗衡大陆 鼓动台军官兵死战到底 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吴谦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哪里来的什么国防报告书 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谋举政治私利 煽动两岸对立 自以勾连外部势力 顽固进行谋独挑衅 这些倒行逆施 严重损害台湾同胞扶植 严重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搞对抗没有出路 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 祖国统一不可阻挡 唐弼当车不自量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 将以雷霆之势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